好 那我們看一下 力的單位這邊 好 第一個我們先介紹的是 力的單位跟重量是一樣的 好 第一個我們先畫起來 什麼是重量知道嗎 重量 就是物體所受的那個 地心引力的大小 就稱為重量 就是重力 OK 好 那地心引力量的話 這邊是要根據的是那個 劉度第二動定律 因為已經DN變了 因為每次夾經過 永遠都會有救護車 然後人家又經常講 我們這個補習班 就是一個暴力男的機班 就是三課不認真 然後先打一打 然後就齁齁齁齁齁就出去了 對不對 好吧 來看這邊 那這邊呢我們先不講這個地方 因為等到我們教你 劉度第二動定律再告訴你說 為什麼 怎麼算的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 我們說 我們定義一公克的那個物體 所受的地心引力大小的 就稱為什麼 1GW 然後如果是X公克的話呢 指是什麼 XGW 所以你看到沒 後面有W跟沒有W是不一樣的喔 有W指的是什麼東西 沒有W指的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寫G的話指的是什麼 功克 功克是什麼單位 它是質量的單位 然後GW是什麼東西 功克重 它指的是什麼單位 指的是什麼單位 指的是重量 或者是力的單位 好 所以下面這個你可以把它直接洗上去 所以我看到1公斤 1公斤 1公斤的物體所受到地心引力大小的這個定義 1公斤 1公斤 然後如果是Y公斤的話呢 就是Y公斤重 這個應該不難吧 很簡單 好 所以這邊已經給你了 公斤重的單位 KGW 公斤重的單位 KGW 公斤重的單位 KGW 好 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範例寫頭這邊 看這一題 來 你試著寫看看 好不好 試著寫一下 OK